曾以为四月的烟火人间 已是人生极致浪漫 直到呈春风南下 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此生不患 刚醉清云红砖古错的云雾缭绕 转瞬又被云水窑的白茶新欢 绊住了脚 雀跃的心随着燕尾及华丽蜿蜒 快活的意 伴着古荣叶自由偏仙 水车枝压慢转 像小溪泥满着动听的誓言 我望着一地树影 在半池春水中蜜花年 一台眸水上丹霞 一寒手连海梯田 从没想过如此专业的我 竟在这片土地乱了心 迷了眼 当郊阳正好 风吹过灵烧 满目皆碎的武夷山 仿佛自带结界 隔离世间纷扰 与其说一众诗人成全在这里 不如说这里给了他们一个趋近满分的参考 当夜幕悄然降落平潭 连星星也不再留恋天边 一股脑地跳进那片碎钻般的海 俏皮地眨着蓝色的夜 当温暖的日光再次洒向那一片金黄 女人们也兴奋地冲进向往 赤脚捡上几颗遗落在童年里的糖 看着占尽人间美的她 有一刻竟不由心生顾忌 不是我小气 怪只怪造物者对她太过宠溺 在这里不计成本 挥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你 于是我忍不住问春风 浮世万千为什么偏爱福建 原来谜底就写在里面 在时代相差